合作機會等等 我想絕對是高過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意思 就在郭台銘被國民黨出局後 民眾黨馬上出招 柯文哲進辦發言人陳振函 證實不排除二零二四 郭台銘將轉向柯文哲懷抱 國民黨確定徵召侯友誼之前 或者是之後 其實兩個人都是有對話的 有沒有共同的理念 有沒有共同的方向 可以繼續進行合作 相對於國民黨來說 應該有蠻大的空間 甚至還證實柯文哲 郭台銘一直保有暢通的聯絡管道 他一回來我就下南部來 我到禮拜五才回台北 看看有時間再去拜佑他 議題上早就是在跟郭董事長 是有保持的關係 跟這個合作的這樣子的意向 合作有包含副手的人選 這些都是在一種發展中的概念 我們並沒有說是一定 從頭到尾都堅持藍白DNA 不一樣的柯文哲 能怎麼和郭台銘合作 連自家黨內立委 也看不懂盤算到底是怎麼打的 但據當前聯合報民調顯示 有35%的人 2024支持藍白核 其中65%的國民黨 和39%的民眾黨支持者 皆表示支持 傳出柯文哲不以為然 認為民調至今 自己維持兩成的支持度不墜 不和藍營合作 2024也能成為非賴共住 希望說我可以來做這種 世代和解的這種代言人 好歹是一個價值理念的討論嘛 而不是感覺上就好像權位的分配 民眾黨他的政策主張嘛 那國民黨就不曉得 他的政策主張是什麼 如果兩邊的政策主張 那完全不相合 那要怎麼合作 另外民調也顯示 依然有12%的人認為說 最後可能產生氣保 一旦藍白拉鋸 陷入互相搶票的情況下 是氣喉寶科 還是氣科寶猴 都還很難說 靜靜雯謝謝 廉智豪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